Hello,我是Sherry,关注我带你看最真实的加拿大 其实在最近的这几个月以来呢 我一直收到了很多朋友们的私信和留言 问的都是基本上类似的问题 我是什么什么身份 我已经买了什么时候的机票 我也打了几针疫苗 打的是什么牌子的 我现在可不可以入境 那这些问题呢 其实一开始我还是会比较认真的回复 但是到了后期因为是收到太多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回复 毕竟每一个人不管身份呢 就比如说你是公民啊PR啊 或者是留学生啊 工签啊旅游签等等 还是说他们来加拿大的原因 以及他们来加拿大的时间 和他们是否有打疫苗 打什么牌子的疫苗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如果我每一个都这样看的话 其实会太花时间 疫情是一直在变化的 而加拿大的政策 自从疫情去年开始以来 是一直在不停的更新 不停的变化 并且它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 这也是后来我没有去回复大家的原因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时效性的 说不定我现在回复了 可能过几天它又变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再去找回你的评论 然后再给你回复一次 加拿大政府其实是有公布一个网站链接 那在这个地方呢 你是可以去看到你到底是不是符合入境的标准 那我就给大家来过一遍吧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想要看链接 没有找到的话呢 那欢迎关注 然后私信我 我会再把这个链接发你一次的 这个毕竟是最官方的东西呢 它也会是最准确的 这个就是网址啦 大家可以暂停去看一下 然后跟我接下来一步一步做哟 进入网站后 这个是加拿大政府官方网站呢 就会有写说 你是否现在可以进入加拿大 那它黄色这一块呢 全部都是最近有什么新的消息 几月几号啊 什么样子的人呢 是否可以进啊等等 那我们拉到下面来 这里问的是你是加拿大公民 有酒居民 还是说外国人呢 那我先盲选个外国人 继续 然后接下来这一页 它就问你是要什么时候入境 是8月9号到9月7号 还是9月7号以后 我选了9月7号以后 我们再接下来 它就会问你 哪一种最适合你呢 大家注意一下 最后一条是我完全没有接种疫苗 或者我只接种了一针 倒数第二条说的就是 已经接种了两针国药或者科兴 或者任何其他没有被加拿大政府接受的疫苗 那我也就举个例子 我就直接点这个吧 下一页它就会问 你打算从哪里来加拿大 要是从国内来选的就是第二个 接下来它就会问 你为什么要来加拿大 原因有探亲 旅游 读书 还有工作 加拿大移民申请已经获批 还没有过来登陆 等等等等原因 大家就选你自己适合就OK了 那我就选第一个 我来旅游吧 然后我再点继续 来 你看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写上 这里写着 即使你的核酸阴性 你也不可以进入加拿大 上面还有其他额外的信息 包括如果你不被允许进入加拿大 它会告诉你 听 在什么情况下 你是可以豁免 然后进入加拿大的 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那这个呢 是政府的网站 叫做Travel.gc.ca 大家也可以经常去看一下 上面会更新很多 关于入境的信息 这期干货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给我 想知道更多知识的加拿大 记得关注我 我们明天见 拜拜